更多书请添加微信 HLLX321 我?监察室? 白小春的声音带着颤抖 在传出的刹那 他整个人就如同被踩了尾巴的兔子一样 瞬间就向着远处急速窜了出去 那速度之快 让四周众人都愣了一下 没人能想到 这白小春居然在黑袍身影到来后竟直接逃走 就连黑袍身影自己也都呆住了 他实在不是有心去吓唬白小春 而是他平时说话 就是这么阴森森的 给人一种满是杀鸡的感觉 甚至此刻他都没意识到 白小春逃跑的原因 是错觉了他的杀意 几乎在白小春逃窜的瞬间 陈好松目光一闪 一步走出 木然追去 而红尘女面色变化 咬牙之下竟起身阻挡陈好松 至于那九大天后 此刻也都纷纷飞出 更有低后回荡四方 白后你逃不掉 大铁石要杀你 这天地间你无处可逃 就连地面上那些被白小春吸了生机的天骄们 此刻也都激动无比 纷纷大笑起来 周虹更是振奋 只觉得苍天有眼 看向陶顿的白小春时 他心中快味无比 白后 你今天必死无疑 眼看这四周就要大乱 那黑袍身影也都吸了口气 速度瞬间爆发 刹那 就穿梭虚无一般 竟然超越了陈好松 直接就出现在了远处 正玩命逃顿的白小春面前 白后 你干什么 眨眼界 这黑袍身影就出现在白小春的前方 刚一出现 他带着怒意的低吼 就传扁四方 白小春都快要哭了 他此刻也看出来了 这家伙居然也是一个天人 该死的 怎么天人一下子就这么多了 白小春眼睛顿时就红了 此刻只觉得生死危机 大吼中肉身速度刹那爆发 改变方向 骤然极齿 眼看白小春那里还在逃顿 黑袍身影 此刻也反应过来 这是把他给吓坏了呀 顿时就哭笑不得 没理会急速逃去的白小春 他站在园底 直接就沙哑开口 传大天师法旨 这黑袍身影 看不清面孔 他站在那里 声音回荡四方 任命白号 为奎黄城监察使 掌千军 这是他这辈子 用的最快的速度宣布的发指 换了其他时候 他言辞都是阴森缓慢 会给人无形压力 甚至有种如宣天威的感觉 可眼下他只能苦笑连连 加快了速度 这话语一出 四周刹那就安静下来 追击白小春的那些天猴 一个个都睁大了眼 甚至隐隐觉得似乎自己听错了 监 监察 监察使 陈好松 被红尘女阻挡了一下 此刻正要继续追击白小春的 听到黑袍身影的话语后 他脚步瞬间停顿 更是猛的回头 看一向那黑袍身影 脸上露出无法置信 其旁的天宫老者 也是目光一闪 若有所思 至于红尘女也都愣住了 只觉得这一切太过匪夷所思 原本他的想法是大天师 会看在巨鬼王那里的面子 下令让白小春回巨鬼城 可却没想到 大天师居然晋升白小春为监察使 这监察使的身份非同小可 往大了说 那是监察魁皇朝所有权贵 权力之大 足以让人言之畏惧 在这之前 只有当初大天师崛起时 安排过一个人担任过 再为百年掀起无数兴奉血雨 杀戮之人众多 震慑满朝权贵 至今都令人心有余悸 到了最后 大天师眼看朝堂安稳 这才撤下了那位监察使 让其跟随身边 成为了大天师的家臣 而此人 就是眼前这个黑袍身影 在他之后 这监察使的位置始终是空的 直直眼下 白小春竟被认命 还有那来自各个家族的强者 以及那地面上一个个凄惨无比的天骄们 全部都彻底傻眼了 有的之前表情还僵在脸上 甚至有的人失声惊呼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监察使 张千决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此刻 还在急速逃顿的白小春 他自己也都在听到后 脚步不由的剁了一下 慢慢停了下来 睁大了眼 目瞪口呆 完全懵了 啊 这白小春呆愣愣的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不但没事 反而似乎是升官了 这 白小春一身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还有些不敢相信 注意到四周没人追自己后 他小心翼翼的回头 看向远处那黑袍身影 发现这黑袍身影也在看向自己时 白小春迟疑了一下 指了指自己 不确定的问了一句 我 我是 监察使 那黑袍身影 古怪的看着白小春 有些头痛 他忽然觉得 这一次大天使是不是 下错了法指啊 这么一个家伙 怎么可能成为呢 让满朝权贵都畏惧的 监察使呢 可他不敢去质疑大天使的法指 此刻只能心底一探 点了点头 你如果是白浩的话 那么就是你了 不过我倒是很想问问你 你刚才跑什么 心虚 他没好气的说了一句 白小春眨了眨眼 确定了这件事后 他整个人如做梦一样 有些迷惑 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 深吸口气后 他小袖一甩 抬起下巴 傲然开口 这个 白某自然知道 大天使对我的看重 我之所以跑呢 就是因为想要看看到底有谁 在大天使的法指下达前 要对我进行最后的灭杀 此刻的白小春 整个人一扫之前的惶恐不安 更没有了半点愁容 反倒是一身正气 兼具肃杀之意 刹那间就从其身上出现 哼 你们之前的表现 白某可是都看在眼里了 白小春 抬着头 目光在四周众人身上一扫 还有你们 方才一个个都很激动啊 白某都看到了 随后 他又看向地面上 周虹等人 深吸口气后 他脸上的肃然 与正气 此刻极为明显 还有子墨 今天白某谢谢你来帮我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是个好女人 白小春又看一下红尘女 他心底的确感谢 可琢磨着 自己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于是学着大人物的样子 继续的抬着下巴 红尘女面色难看 琢磨着什么叫做好女人呢 他险些没控制住脾气 此刻咬牙哼了一声 这一幕的转换 令陈好松面色难看 四周内九个天猴 也都纷纷发怵了 至于地面上的周虹等人 此刻是内心狂骂起来 纷纷觉得这白小春无耻 方才明明就是吓得 如踩了尾巴的兔子一样逃顿 可如今 知道自己是监察时候 竟颠倒乾坤 说起谎话来是一本正经 黑炮水影再次认识到白小春 此刻内心都升起了无力感 已懒得去理会白小春的那些话语 淡淡开口 行了 随我去见大天师 说着 他转身就走 实在是不愿意在这里多留 一想到今天的乌龙 他就只能叹息的同时 有种荒诞的感觉 白小春也终于放下心来 知道自己这一次是真的化险为夷了 实在是这些天然要杀自己 没必要转这么大一个弯啊 我居然成为了监察使 白小春看起来肃然铁血 可实际上 他此刻小心脏还在扑通扑通的狂跳 根本就缓不下来 在肚子里负肥一番 他深吸口气 抬着头 趾高气扬 大摇大摆的 跟随在黑袍身影的身后 向着皇宫飞去 地面上众人沉默 不管心中多么的恍惚与郁闷 也只能相继散去 那些家族来人 纷纷将自家的天骄带走 很快的 此地终于平静下来 至于周虹 则是被人扶起后 他虚弱的极所安排 让人立刻送他回九尤城 他不敢在这魁黄城待着了 实在是一想到 白小春这一次居然都不死 甚至被任命为监察使 他就真的怕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